两年多以前我曾经做过一系列的ITX装机视频 叫卖去机核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非常小的ITX机箱里塞下市面上最顶级的配置 今天咱们的主流硬件已经相比当时更新换代过一遍了 我觉得是时候再来做一期卖去机核了 看看在2021年我到底能在一台ITX的电脑里塞下多强的配置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用的机箱 我海淘来的N-CASE ME12.7L的体积 只比之前那台麦直击合大了一点点 但是它能够装下两个240的冷排 还能够装DTX主板 还有三槽位的显卡 人家翼王那个机箱能装四个冷排呢 翼王那个不是一个定位的啊 好吧 这个你看 多高级 对吧 不一样的 行行行 那你这个机箱卖多少钱 1699556 行行行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是有点抢钱的意思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的预算真的没有上限的话 那么N-CASE ME确实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能买到的最好的 至少对我来说是最好的ITX机箱 没有记忆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这个机箱做工非常好 它是连力代工的 但是做工上面甚至比连力自家的很多机箱还要好 其次 它的内部结构啊 设计布局上有很多人性化 有很多小细节 甚至配件的细节 真的是对你的装机兼容性 还有体验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感觉是像一个真正的ITX玩家设计的机箱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 你看 后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名牌 对吧 这个名牌它是可以拆下来和你的电源线互换位置的 这样的话 你如果要装一个比较厚的冷牌的话 就不会挡到你的电源线了 然后再看这里 这个冷牌的支架上面它给了你两个开孔 意思就是你可以自己任选一个不挡的位置装冷牌 类似的巧思还有很多 这个机箱其实在设计初期充分考虑了兼容性 什么都给你想到了 当然对于一个1699的机箱来说 这个好像也应该的吧 反正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你很有钱 这个确实是你能买到的数一数二好的ITX机箱了 那这么好的机箱 你用什么配置呢? 废话嘛 肯定是5950X加3090了 对吧 最顶级嘛 我都说了最顶级了 应该都能猜到了吧 顶级 为什么不用Epic? 我怎么打游戏 你给我弄个Epic 疯了吧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这次选的配置 除了Ryzen 9 5950X的CPU之外 主板既然我们这台机箱能装下DTX主板 那么C8i的主板肯定是没跑了 对吧 这个也是市面上最强的X570小版 显卡这个事情就比较波折了 我先是问影池嫖了一张金属大事的RTX3090 因为我缠它那个公版PCB嘛 然后我又搞了一套欧酷的一体水 带泵的那种 我想把它拆下来接近风体水路里面 不过这个方案待会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我们后面再来讲 内存咱们用上了芝奇的皇家级 32G 3600套装 而硬盘的话 嘿嘿 我准备了两块 SM850 2PB嘛 都说了要搞最强的电脑了 那我肯定要组个RAID0咯 电源的话我弄来了长城的TF850 从瓦数上讲 这个应该是市面上你能买到的最大的SFX电源了 但是这个电源没那么简单 待会你就知道了 最后也是最最关键的 我要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的水冷系统 我的想法是侧板和底下这两块 咱们分别放两个冷排 然后我们显卡上已经带有一个泵了 那CPU的冷头再去搞一个自带泵箱的冷头 因为这个机箱的空间很挤嘛 要想装水泵装水箱的话 你可能得放在机箱外面了 其实也可以外置 这个机箱就这点好 你看后面这个位置 它就是给你用来外置水箱的 它口座给你留好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必要 那么尽量小巧一点吧 能内置就内置 所以CPU我就用了这个BA的冷头泵箱一体 自带一个17W的泵 这个功率应该是够大了 这是我在国内唯一能搜到的自带泵箱的风体水冷头 反正也就没啥选择嘛 用就是了 两个冷排我选择了欧库的常规排和焊降的薄排 这个只有17毫米厚 正好能够塞在显卡的底下 最后 风扇这一块 我们大扇子用了镰刀的温柔台风GT2150 很经典的一个扇子 小扇子我们就没得选了 只能用猫扇 薄扇好像其他家做的都不太行 这一整套方案我规划下来听着好像很理想 但是 实际上装起来就发现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首先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显卡的兼容性 这个显卡的背板会挡到C8A主板的IAO罩子装不进去 哎呀 这个就有点尴尬 就算你强行强行把它装进去 这个显卡的冷头还太高了 超高 凸出来这一截会导致机箱的侧板盖不上 很难受啊 原则上说这些问题都是错在显卡的冷头上 我只要换个冷头就行了嘛 保证它别超高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想了 咱们要不就借这个机会搞一张更强的显卡 放上去看看 因为我看到这个公版PCB装在机箱里面 后面尾巴这一段还空出来很长一截 空间还很多的 我感觉就算我们弄一张更长的卡 或许也能塞得下 搞不好我们应该去搞一个38Pin的3090 这样的话说不定就能狠狠超频了呢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个38Pin的3090我要同时保证显卡不能越尖 能够超长但是不能越尖 这个要求就有点太高了 那我是上网千找万找 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张卡 全世界就这么一张3090 是满足这个38Pin供电加长 但不越尖的这个要求的 那就是七彩虹的3090AD 这个是ADOC 默频还稍微比AD高一点 既然上了这个38Pin的卡了 待会我们就可以刷一个狠点的BIOS玩一玩了 但是像这种冷蒙显卡 你要配冷头的话 就没什么选择余地了 你基本上没得挑 还好我找了一下国产的BY 有做这个卡的冷头 我就随便搞了一个 我本来特别担心 就连公版都有兼容性问题 那这个卡是不是更难装啊? 结果这个卡配上这个冷头 居然和C8i和这个机箱都是完美兼容啊 只不过我们背板得用原装的背板 这个装起来就很舒服了 那么显卡这个问题户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机器装起来了 其他的硬件倒是都没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在最后一步 意料之中的 咱们这个水冷系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啊 本来我这个水管想用的是粗管子 也就是三分厚或者三分薄的管子来装 这样的话流量会大一点 但是无论怎么装 这个CPU冷头都有点太高了 装上快凝之后就会打到冷排的风扇 最后我们发现 这个机箱装这一款冷头 就只能和最最细的管子兼容 也就是7.6、12.7的这种管子 这个是可以的 哎呀这就很尴尬了 不过我想这个对温度的影响应该也不大 只要我们水泵足够强 冷排够多 那么这个管子的问题倒也不是什么事儿 经过各种各样的不兼容 换硬件折腾之后 这台机器终于是顺利的装出来了 所以我说 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 我倒不太建议你去探索这种极限的新方案 十有八九你是要多花冤枉钱的 还不如抄个现成的作业呢 不过现在这个作业既然写出来了 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灌个水 好好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 然后放个一天的时间排气 基本上就可以了 感觉走线好像还有一点乱 那我觉得可以去搞一套定制线 到时候换掉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先上机试试看吧 装上系统之后 我首先要给你们看看这个硬盘两张SN850是个什么水平呢? 读速12GB以上 写速6GB以上 这个读取速度已经达到了DDR3内存的水平了 其实日常使用没什么卵用 随机性能还是和原来一样 但是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了 还在乎日常使用吗? 肯定是跑分好看最重要的 对吧? CPU这一颗5950X 我直接开PBO 内存给到3600C16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跑个20 这个温度好像还行 诶?可以啊 这套分体水 你想想 这可是开了PBO的5950X 16核才80度出头 就是这个风扇呢 我听了稍微有点吵 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咱们待会进BIOS调一调就完事了 这台机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显卡 这个显卡我们专门买了38Pin 不就是为了超频吗? 对吧? 所以我们二话不说 就找来EVGA Kingpin的XOC BIOS刷了上去 可以把显卡的功耗上限提高到1000W 怪怪我这电源才850W呢? 真要显卡跑到1000W 怕电源都吃不消了 你看看 EVGA 1000W 真不错 那我们试试看 在刷了这个不限电BIOS之后 后来超频这件事情就可以通过拉曲线来完成了 我来教你们啊 这个是Afterburner的曲线 横轴是电压 纵轴是频率 如果你不刷BIOS的话 那么显卡最高能达到的电压是1.081V 就是这个点 刷完BIOS之后 我们要把功耗拉满 它最高能跑到的就是1.093V了 也就是这个点 我们刷BIOS超频要做就是把电压和频率定下来 因为之前有功耗墙和boost机制的存在 显卡的电压和频率一直都是在波动的 什么都在变的情况下 其实你是没法好好超频的 所以放开限制之后 我们就要通过曲线把电压定在一个点 慢慢往上去超一个固定频率 具体怎么做呢? 我不是说了吗? 现在最高引许的电压是1.093V 那我们要不一上来就干呗 往死里超呗 就这个点 就这个最高的1.093V 谁怕谁呢? 我们往上拉这个点 拉到你想要达到的频率 1.093V的话 我觉得应该2100是没什么压力的 拉完之后 你要按下Ctrl加L 它会跳出来一根黄线 你看到这个黄线没有? 有这根黄线就对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应用一下 好了 这张显卡就已经被定在1.093V 2100Mbps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它稳不稳定 要不直接跑2077呗 3DMark反正压力已经不如2077大了 其实最严谨的做法 是在显卡热起来的时候 跑起来的时候 比如玩游戏的同时去改曲线 这样能够确保完全定频 我现在这样冷剂的时候 改完再测试的话 它其实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一热起来可能频率会往下降一点 这都是我们之前摸索出来的 1.093V 2077跑起来好像 咦? 什么情况? 黑屏啊? 但是不对啊 它怎么是直接断电的呢? 这不像是显卡超频失误 我怎么感觉是电源的问题呢? 那我要不插个功耗仪看看 等一下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短时间平均功耗到只有600多瓦 这个理论上不应该断电吧? 这电源是850瓦的 你整机600瓦都带不动吧? 难道是这个3090的问题啊? 确实这个显卡一下子可以把电流标的很高 正式功耗很高 但是你平均可能看不出来 那咱们要不就试试降点显卡的电压呗 1.093它可能太高了 那要不降到1.075怎么样? 诶? 不对 还是会跳杂 那1.05V呢? 这下总可以了吧? 人家飞工出场才1.05V 我去 不是吧 这才1.05V 显卡才400多瓦 这就是个非公的出场功耗啊 这都带不动的吗? 哇靠 这850瓦电源是假的吧? 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我决定换个电源看看 其实市面上的850瓦白金SFX只有长城这么一款 所以我只能去找海盗船的同学 要了一个SF750 750瓦电源 试试看了 一听好像还少了100瓦呢 希望渺茫啊 结果 这个750瓦电源 1.05V电压居然呆起来了 没有配品 我去 合着这850瓦还不如人家750瓦啊 这就很尴尬了 诶 等一下 我听说这个海盗船的750 也是长城代工的呀 嗯? 行了 换了个电源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超频了 不过这个SF750 750瓦也是有它的极限的 如果我们要拉到最高的1.093V 显卡狂标500瓦以上 那好像还是有点不稳定啊 跳了一次 哎呀 这个显卡真的是太饥渴了 那怎么办呢?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从CPU那里借功耗给显卡用 我们这颗CPU现在是开着PBO的 其实PBO给到的电压是有点太高了 可以标到接近1.24V了 你看 现在咱们CPU功耗已经接近220瓦了 蛮吓人的啊 那ZEN3这一代处理器 其实它比较省电的一个频率 应该是在4.3G左右 4.3G我们只需要1.03V电压就可以稳定了 频率只比PBO低了0.1G 但是功耗减少了快一倍了 这16核全开4.3G仅仅需要130多瓦 哇 0.1G频率 换出来100W功耗你想想这有多恐怖啊 这么多的功耗就可以省下来给我们的显卡超频 那我们把CPU定在了4.3G之后呢 现在就算显卡超1.093V 照样非常稳定 电源没有出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 我们的温度这么高的电压 显卡跑到540W的功耗 冒烟级发热量 这套水冷还是能够压在60度 还不错吧 这个时候我们最高是可以跑到2145Mbps的显卡频率 Time Spy可以跑到21607分的图形分 哇 这个分数应该是够强的了 游戏里面 保险期间我喜欢降到2100Mbps来用 这样的话 咱们电压也可以降到1.068V 功耗可以控制在500W以内 比较稳定一点 咱们把风扇啊 水泵啊 调得安安静静的 这个时候平时的体验就非常好了 赛博朋克2077 开个4K DLSS性能档 光追全开 也能跑到60帧以上 还行啊 我觉得已经是能用的水平了 咱们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最后我给这个新电源定制了一个模组线 稍微打理了一下 这样机箱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你看看这里面 空间利用率真的是做到极致了呀 要是办一个高端PC集成度排行榜 这玩意儿绝对是名列前茅了 好了 今天我们成功折腾了这台卖去机盒3.0 用尽可能小的顶级机箱塞下了最强的游戏配置 还把它抄到冒烟了 我那台破烂外星人终于是可以退役了 这个新机器估计能陪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或者就算你觉得没用的话 也帮忙长按一下点赞1G3连呗 我们会做更多好看的视频给到各位 那我们以后再见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拜拜